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大型观影 我是阿湘 今天继续为大家解说 经典美剧《越狱》 第一季第十二节的剧情 上集说到 老库珀一直以查尔斯的身份服刑 但他刚刚向迈克尔证明了 自己就是当年的百万大盗 D.B.库珀 必用钱作为条件 加入了越狱小组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感觉见病重的女儿 最后一面 同时迈克尔也测算出 一物是到外墙附近的警卫 选择时间是每隔18分钟一次 这就意味着 七人小组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那里 他们必须放弃一个人 在这集解说开始前 我先为大家整理一下 迈克尔计划的逃跑路线 这样能更好地帮大家理解 他每一步行动的意图 当前的越狱计划是 牢房的盥洗池 就蒸汽滚道 穿过暴动时 打通的鬼脸洞 垂直上到一物室 之后通过一物室外面的线缆 翻墙出狱 从剧情来看 前面三步是都已经解决了的 另外警卫休息室的管道 是专为林肯设计的 因为他是被监禁在隔离区 所以要通过这里与大家会合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从管道内部 不用梯子升到医疗室 这个问题将会在本集解决 下面我们进入剧情 在警卫室的管道打通之后 迈克尔开始了进一步的探查工作 这就要用到 他当初带进来的那套制服 他取下衣服上的扣子丢进管道 根据回声盘到高度 然后他顺着管道 滑到了通道底部 那里是一个蓄水池 底部距离休息室的井盖 有20英尺的高度 他必须想办法 将绳子带到地面 迈克尔将接下来的安排 告诉林肯 明天他无法去监狱工厂 需要专心解决绳子的问题 林肯又问到之前那个问题 他到底准备放弃谁 而他们的聊天被变调听到 他干脆给捅了出来 毕竟 谁也不愿成为被抛弃的那个人 而恰巧这个时候 强哥正在操场上打电话 不在现场 再加上齐老大一直看得不顺眼 顺便暗示大家 强哥就是被抛弃的最佳人选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强哥向来是审出鬼没的 他又早就防着这一手 于是告诉大家 他刚刚为自己买了一份宝单 那就是他联系了堂兄吉米 并把越狱计划告诉了他 如果逃走前五分钟 或者之后二十分钟 吉米没有收到自己的消息 他就会马上把这个计划告诉警察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打他的主意 最好还是另寻办法 强哥审时夺势的能力真不是盖的 但便条也是头脑灵魂的家伙 他告诉雷雷 迈克尔到监狱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哥哥 除此以外 他需要老头子的钱和骑老大的飞机 而他和雷雷两个手里并没有筹码 真到了要逃出去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是牺牲品 他让雷雷考虑一下 要不要和他单独组队自己逃出去 迈克尔的目光看向医疗室外的水泵 这时快手过来讨要他偷表的对价 迈克尔只告诉他 现在还不是时候 随后迈克尔到医疗室做清洁 发现那里的地下管道已经被彻底腐蚀 隔板处一捅就透 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 这时马宝哥走进来 质问迈克尔关于他妻子带进来的那张信用卡 还直接揭穿了对方的物女身份 这一幕刚好被萨拉看到 一时间气氛非常尴尬 迈克尔看得出 萨拉听到刚才的事很不高兴 于是解释说 他跟妻子的婚姻是一场交易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拿到绿卡 但萨拉似乎并没接受这个解释 还是很生气地离开了 强哥为了提高保险性 又开始威胁库珀退出 说他这个老家伙 出去后也适应不了社会 库珀虽然年纪大 但完全不吃强哥这套 其老大却已经打定主意 要把强哥踢出队伍 他查到那天 强哥打出去的电话地址 于是准备找人 把他的堂兄抓起来 直到他们越狱成功 到那时候 强哥就不再是个威胁 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甩掉 不久之后 其老大的人就到了吉米家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被绊砸了 手下告诉他 吉米是个妄想狂 不但有精神病 还有枪 交火期间 吉米竟然用他的小儿子 当挡箭牌 结果两人都被打死了 雷雷的女友玛丽来探监 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 雷雷听后喜数望外 但玛丽随后告诉他 母亲要他嫁给贝泰男 因为抚养孩子 是一件最辛苦的事 玛丽不能做单身母亲 而贝泰男也已经向他求婚 玛丽非常矛盾 不知道该不该接受 雷雷急忙告诉他 自己马上就能出去了 只要短短一周时间 他要玛丽再等等 千万不要一时糊涂 但这件事 让雷雷更加迫不及待 晚上 他要求和迈克尔 一起进入通道 他想要掌握 更多关于路线的事 但迈克尔却拒绝了 他的要求 让他做好方哨的工作 雷雷显然有些不满意 迈克尔进入通道后 用衣服塞住排水口 将底部的水泵 阀门打开 只要明天趁着干活 将上面的总阀也打开 水就能蓄满这里 前老大非常内疚 他没想到 自己会间接害死一个孩子 作为一名黑手党 一个虔诚的信徒 他从不对孩子动手 他抬头看到墙上那块物质 仿佛变成了耶稣头像 死去孩子的面孔 在他眼前浮现 似乎在对他进行灵魂的拷问 这 他更加恨及了强哥 强哥接到典鱼长的通知 说他的堂兄和侄子被人枪杀 强哥显得非常悲伤 但他此时的悲伤 并不是因为亲人被杀 而是知道自己没有了筹码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维洛尼卡和LJ将本送去医院 这时LJ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母亲葬礼的复告 于是LJ瞒着维洛尼卡偷偷去了葬礼现场 吉姆虽然跟踪LJ到了那里 但他远远看到这个大男孩在目前哭得无比伤心 他本来就为杀害了LJ家人而内疚 如今更加自责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 他选择放过了LJ 让他平安地回到了维洛尼卡身边 麦克尔趁着外出干活打开了蓄水阀 水迅速灌进蓄水池 只需要两分多钟就能灌满整个池子 在库珀的掩护下 麦克尔顺利挺过了这段时间 然后迅速关上阀门 回到牢房准备下一步 雷雷正在牢房里忙着给孩子起名字 他又忍不住询问麦克尔的具体安排 麦克尔并不想对他透露太多 毕竟一旦出了事 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雷雷却觉得 麦克尔是对他不信任 才会遮遮掩掩 再加上便调之前的忽悠 雷雷对麦克尔的情绪更大了 这期间 马宝哥也没闲着 继续不遗余力地深挖麦克尔 听老徒说 他最近丢了块金表 正是属于麦克尔的 马宝哥又警觉起来 他猜到这事和快手脱不了干系 毕竟 他是这里最有名的小偷 马宝哥告诉快手 盗窃预警的东西 罪名可不小 起码加个几年星期 当然 他也有另一条路可选 不被追究盗窃的责任 还可以在值班时吃个汉堡 条件就是要帮马宝哥 弄清楚麦克尔到底要干什么 在马宝哥眼里 一个干捞汉堡 就足以让这帮罪犯当二无仔了 麦克尔来到通道 脱掉衣服跳进蓄水池 然后从底部 拿出一枣准备好的绳子 浮到水面 顺着休息室的出水口上去 将绳子的一端绑到井盖上 再将绑着衣服的另一端拉出来 这样水就能迅速从排水口流出去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通过这条绳子 进入一辽室一楼 而通过被腐蚀的管道 到达萨拉所在的房间 也就是窗外有线蓝的那间 麦克尔从破败的管道口 看见了萨拉 他知道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了 齐老大的人私下里抓了强哥 痛走一顿后绑了起来 齐老大要求所有人出去 单独和这个家伙谈谈 说完 他拿出藏在手腕处的短刀 准备截过了强哥 齐老大说 为了那些被他残害的孩子们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强哥狡辩说 吉米的事根本是齐老大的错 还有他的小儿子也是他造成的 他要求齐老大放过自己 让他做什么都行 强哥从来都能为了火命 反复横跳 齐老大趁机提出 要他退出业语小组 并逼他向上帝发誓 可以说这个地方 齐老大的脑子也是不够用了 强哥发的事居然也能相信 而且还被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眼睛给骗了 居然就这么放过了他 然而一回头 就被强哥藏在口中的刀片割了脖子 强哥甩下一句 请帮我向耶稣问好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迈克尔刚走到休息室下面的位置 便条他们就挖通了这里 但是没想到 老兔这次提前回来 马上就要进入休息室 库珀要求林肯先拖出警卫 他们需要一定时间 但老兔转眼就走了过来 林肯只好挡住他 但这种阻挡自然让对方更加警觉 林肯无奈之下 只好给了老兔一拳 将他放倒完事 但这么做的代价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死刑犯 袭击预警 绝对会被关禁闭 所以在迈克尔爬出通道时 对我们遗憾地告诉他 他碰上了大麻烦 再来说说维洛尼卡这条线 吉姆在葬礼上放过来LJ 他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是早晚会被保罗干掉 于是他对妻子提出 要举家搬到西部 在临走前 他想要将事情的真相 告诉维洛尼卡 于是给他打电话 又在肯尼迪广场面谈 以上就是越狱第一季 第十二集的内容 目前的形式是 虽然越狱路线已经打通 但永旧的主角林肯 却被关了禁闭 而且其老大也危在旦夕 迈克尔和队友们 该如何扭转这个形式 创造生机 其他人物角色 还会有什么转折 请密切关注下面的剧情讲解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